大家好,欢迎收听 职业心理学,学习新思维 我是亮正老师 我是佳娜 来自一位非常纠结的听众的发问 我是一个拥有许多兴趣的人 但也因为这样反而不知道要做什么 常常都觉得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做 不知道哪一个应该要优先做 反而到最后就变成什么都没做 所以今天想要问问看老师 如果因为这样我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到底应该要怎么办 这个题目乍听啊 本来会以为是那种 我们以前常讲没定性是种优势那种的 多重浅能的人 可是应该不是吧 老师你觉得这样子到底是有目标还是没目标 因为我们如果是那个多重浅能的人 虽然他们很容易对某些事情感到无聊 他们同时会很想要做很多事 可是他的特征比较会是都会去做 这里听起来好像是设定了很多目标 但是都没有做这样 对所以这样到底还算是设定目标 因为我其实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好纠结 它是我什么都想做 但是我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最后就都没有做 当然有一种讲法是说 你那个目标设定那么多 那我们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就叫力有未待 然后被多利分 就是我没有办法同时去满足这么多目标的实现 所以到最后就出现叫做认知瘫痪 心动瘫痪 就是我什么事情就 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 最后就是什么都做不了 就我之前也常心动 其实在很多公司组织 我们公司自己也曾经都遇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专案都在进行 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就是像十个九坪 只有八个盖子 你就盖不满嘛 你就看到它很多计划在做 可是你要去执行它的团队成员不够 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些人会 就会把想象说有好几部车 同时排在那个跑道上 对那我们就看到有那个驾驶会一直换车子 然后所有车都在半路 对所以车子都在半路上 对那那个就会变成说 那当然有人会说那至少车子还有在动 可是这边看起来就是它车子连动都没有动 因为它还在站在气泡点说 我到底要先从哪一部车开开始 对而且这还会碰到一个状况 假设说好那你不然今天就先挑一个目标去做 但很有可能在这个当中他又觉得 但这好像不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对那这个其实也许就是 这些所谓想做的事并不是最想 并不是最想 就是它其实会有一个内心最想要做的事情 喔 那个事情为什么它并没有浮现出来 那这个其实是要 我觉得那会有个别的差异 就以我以前碰过的案例 有的是因为他自己 很想要去从事的那件事情 过去曾经提出来过被泼冷水 所以他之后就把它藏在类似 我们讲要藏在冰箱里面 他再也不把它拿出来 显藏在那个很深层的地方 可是当他周遭的亲朋好友专家学者 都告诉他 你的专业可以走哪一条路 你的专业可以做什么工作 那他又很配合的说 好吧那我就去 可是坐一坐就发现 那内在的那个就蠢蠢欲动 就是他内心其实有一件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关系 他隐藏或压抑住了 导致于说他就是在其他的 不是很重要的选项里面游移吗 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对不对 就是你跟人家交往也是啊 跟人家交往 对就一样啊 就觉得这个人蛮不错的 交往一阵发现不太好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 就我内心可能设定什么恐流 但是我觉得那不可能 所以我就先找一些 觉得嗨 那他的例子很可能不是这样 那个人就是还没有启动 他就已经有很多的人选 可是后来就发现 那我在等那个最好的好了 等最好的出现 所以他就会他就会说 我当然这些我都觉得不错 可是我就想应该还有一个更好的 我知道我也有朋友是这样 他就说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证源 那maybe是这样 那所以在工作的选择上 或者在他所谓目标的选择上 maybe也类似这样的心理状态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 他自己觉得是最好 但是他藏起来 那至于什么原因藏起来 我们也没人知道 但是他就是没有浮现出来 然后他但现在这些东西 是有浮现出来 但虽然在某些比较之后 他还是觉得OK的 这些我也是可以去做 但他就不是最想做 所以你要让他花时间 他就会觉得 那要不要我试试别的 试试别的 可是其实这些所谓的 目前浮现出来都不会是最佳解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当事者 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自己内心 到底最想要做的那个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一个真的非常经典 或者叫古典的问题 如果找到你自己的内在梦想 其实这个问题 好像要谈十集都谈不完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一题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刚刚的意思是说 也许有某一个他自己 真的很喜欢的 非常喜欢的一个目标 那不要说找到好 怎么去面对啦 我们怎么去面对 其实我已经知道 我想要做的这个 我觉得应该用这个角度看 就是说 我们说其实蛮多是被深藏 被压抑也好 或者是被藏起来的那一个 其实比较多我的经验是因为 他自己衡量可能不容易达成 就是他觉得是一个梦想 对他觉得说可能有机会 但是达成的机会很低 那我把他讲出来 万一人家都知道 我要以那个当目标 那万一我一直达不成 失败怎么办 对对对 所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就让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就消失在我的目标选项中 可是他又不甘愿 对当然会不甘愿 对所以他就会开始想说 那这些所谓其他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万一我没有达成的 我还可以做的事 那这种情况就 我也常在辅导过程中会说 那这个到底 你现在在规划的是 要达成某个目标 还是在规划一个 我达不成那个目标的事情 这两个出发点差很多 对啊那现在很多人其实 虽然看起来像说 我设定了一些 我能做的事 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 设定这些目标 其实是有一个更底层的事 假设我没有办法实现一个 更大目标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 就是有点像是我定一个假目标 定一个失败的目标 就是我定一个我做不到的目标 那所以这个我做不到的目标 其实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我设定了一个我做不到的目标 然后我设定之后 当我达不成的时候 我可以做哪些事 天啊 那我就说那目标管理要这样做嘛 就是你的目标管理是 在管理一个我做不到的目标嘛 所以其实我们反而应该是 要更加诚实 跟更有勇气的去面对那一个 也许有难度 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做到 那我们事实上就可以 让他揭露出来 那我们要想的是 我要如何达成他 就像我常在演讲举的例子 就是我们一位大导演 魏德森导演 在拍赛德克巴兰的时候 他在拍那部片子很快就已经把那个 之前他拍电影的钱都烧光了 那他的助手吧还是伙伴 制片 对去跟他讲说没有钱买便当 那他顺便问他一句话说 万一导演这个片子万一拍不完怎么办 这个电影拍不完怎么办 魏德森居然想都没想就跟他说 我没有想过片子拍不完还怎么办 我满老实想的是 怎么把这个片子拍完 他就是以达到目标为 对他的目标 他设定的目标是把这个电影拍完 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要 回来这个问题是 我们的这位听众 或者是其他正在听的听众 我们应该是要设定一个 我要完成什么目标 那那个目标可能在达成的过程会有困难 他不一定那么容易可以如愿的 这么顺遂就达成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情 就是诚实的 对参开来或者是面对的话 我们就会好像 一直无限的像今天听众问题 我就绕在这个里面这样子 对他会把它藏起来 但事实上没有藏起来 因为他还是在心中 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没做 我就是过不去 别再自欺欺人了 是的 所以放起来 放起来以后 我们就是想说 我今天是要达成目标 来设计我要做什么事 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因为 我达不成那目标的话 我可以做什么 那其实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达不成某个目标 才去做的 因为这样子你就会觉得 这些事你都不想做啊 因为我还有一个更想做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设定的是 我要达成这个目标过程中 我可能要先做这些事 因为我还没达成啊 但是这些事情 可以帮助我达成它 老师那如果这目标 我可能真的 我现在就已经知道 我真的这一辈子 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了 这辈子都没办法达成 已经确定 那为什么要设目标 那要设下辈子吗 好像也是 那个基本上 我大概会请他修正目标啦 因为我们目标还是希望 你是要有一个可以达成的 因为他smart原则里面 还是有一个可达成的 要有一个timetable 但是就是人因梦想而伟大 那梦想归梦想 那是北极星 但是目标还是要有可以达成 对啦 不然你人生的 就是你动力什么都会 对对对 我们讲目标还是认为 他要达成的 那个很大的 那个远大的志向 远大的梦想 因为有时候人家 就是可能过年啊 还是什么长辈会问说 你将来要做什么 如果不讲一个很厉害的 讲一个就很普通的 可能说不定会被人家笑啊 那个我们常讲 那个叫做 会尴尬的梦想 就讲起来会尴尬的 会尴尬的 就比如说我们家公司 以后要成为什么什么 那种你听起来会起鸡皮疙瘩 会尴尬那才是真正的梦想 讲起来会尴尬啦 就是讲起来不好意思 那个就是一个梦想 因为那个要达成他的几率很低 但是我们在设定目标 基本上还是希望他 在我预期的时间内要达到啊 这样其实也比较 活得比较踏实啦 对啊 你在规划事情 比较容易规划 对你比较容易规划 那个阶段性的任务 那我就说 一样这些阶段性任务当中 会有一些事情是 这边所讲的他其他要做的事 但是刚才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是因为 要预备万一我没有达成那个目标 所以我就要先准备做这些事 他那个心态不同嘛 中间做的事情差很多 那这些事情他就会觉得 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是不得不的 是个制要选择 难怪他会什么都好像不喜欢 对 但是我如果是用另外那个说 我是为了达成最后那个目标 所以我先做这些事 那个是不一样的心态 那他就不会出现那个我不做啊 或者是我原地踏步啊 因为你会 你会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先做这些事 才能移动到下的阶段 什么都没有做 就代表那个动力就是不够 对啊他就是没有办法移动啊 他就是会原地踏步啊 那这个其实反而会让自己 更加的陷入那个 原地打转的情况啊 那会更加的否定掉自己的一些 包括自我效能感啊 或者是自己本身的 自我的认知 自我认同啊 能力这些都会自己 开始自我否定 其实得不偿识啦我觉得 对啊有些人可能就这样绕了 绕了好几年 都还在这个里面 然后反而就 对于这件事情就越来越不敢讲 对 所以通常这样的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 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我大概会花一点时间 跟我们的案主 理清一下他内心有没有那个 他藏起来的更远大的目标 或是其实他根本没有远大的目标 或者是更难 或者是他所谓难达成的 或者他自己本来想做 但是已经很久没再提起了啦 或者是他曾经提过 然后被人家负面的打击啊 泼冷水啊等等的 嗯 这确实 因为很常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反而 自己会被自己给带到 不知道带到哪里去 然后变成说 在市面上有很多 教大家如何订定计划啊 然后订定目标啊 要怎么安排时间等等的 可是如果说你一开始你订的那个 就不是你真正想要达到目标 那你怎么样 你中间怎么去规划你的时间 怎么样去做那些计划 其实也都是 做的也不是真的 其实有些人的 有些人所设定的那种标的 或者讲目标 的确它是有相当的难度 这个我们知道的 那它的确会有很大的几率 是真的会达不成 但是之所以叫几率 就是还是有几率会达成 那所以我们在想的都是会是说 那我要如何达成它 就是要去设计的是 那一条达成的路径 那想办法的就是 能够找到那条路径 然后在那条路径前进 然后在那条路径上面 我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些事情是可以迈 逐步的迈向我那个 所谓叫终极目标 那这样子基本上 就比较不会出现那个 说我设定了好多事情 设定了好多目标 那我到最后一件事情都没有做 那很显然就是 这些根本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对 他的真正想做的事 并没有被凸显出来 然后这些想做的事情 跟这个真正想做的事情 没有关联的啦 就是他没有办法指向那个方向 所以今天这一集也是给大家 就是我们所有人一个提醒啦 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周遭的 不管是人数给影响到自己真正的内心 所想要做的事情 那诚实面对自己是很重要的 那有时候也许你自己也没办法 但你可以透过一些 比方说专家协助 或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测评啊测验啊 慢慢去帮你找到说 其实我真正内心想要的东西是 是什么 立定自己真正的计划 那无论如何 就是开始总比不开始好 行动才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嘛 那我们也可以享受这样子探索的过程 然后在这其中了解自己 更加了解自己 你才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 对啊如果不是因为那种 我们讲的叫选择瘫痪 认知瘫痪 过多选择 然后我想说 譬如我们讲说 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果酱选择的例子嘛 就是六种果酱跟24种果酱 我最后发现它卖的比较差 换的比较差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我们果足不前 而是因为其实我们就会觉得 反思以后发现说 这几个我们所谓本来设定的目标 真的后来就发现它其实也不是真正 所谓自己想做的事 而是自己真的也会有一个想做的事情 并没有真的被凸显出来 而且我刚听就觉得说不定有时候 我们把那件事情想的太难了 虽然说它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难的目标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做的话 或是我们一直逃避真的去做的话 我们就永远不知道说 我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对啊 这个当然是这样 还有我就说现在是百岁人生 你知道吗 就是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啊 我相信问我们的这些听众 年纪现在应该都还蛮轻的 对 就是你假设以活到82岁平均年你来讲 我们平均30岁嘛 你还有50年可以奋斗 所以其实以这种百岁人生的概念 来看事情 我们都会觉得现在的目标来看 就很渺小了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说 的确会有可能它有难度 但是它也会相对于过往 几个世代的人来讲 我们多了很多的时间 可以去实现它 那再来另外一个退一万步讲说 如果说人生都是这么顺遂 可以把事情这么容易去达成 那个也未免太无趣了 有一点挑战 甚至有很大的挑战 然后逐步的去前进 靠近它 中间遇到一些困难 你可能被 我们可能必须要稍微转个弯 停下来 或者是稍微再想想对策 这其实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历程 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破关的感觉 很多人会说重点是中间那个过程 对啊 享受那个过程 那在这中间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当在迈向那个目标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这中间不会是一种 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真空状态 很多人会以为我在那个过程就是真空 其实不会 我们在那个过程会遇到人事物 所以很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 你会发生一些偶发事件 你可能就整个事情就改变了 所以那个原先你所设定一个目标 说不定在那个偶发事件一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一点都不重要 那一点都不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你可能又会浮现出一个更 更加让你觉得想要去追求的事情 对 所以真的不要想得这么恐怖 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 停在一个原地不动是最亏本的一件事情 因为停在原地 我们根本碰不到偶发事件 没错 偶发事件一定是在行动中发生的 就是之前很常听人家说 你真的很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是是是没有错 就是我们一定是在行动中才会有一些改变 你看那个气流的改变 对啊 机缘的改变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我在这边也很 很诚恳的跟这位听众 还有其他有类似经验的听众 这样子来分享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真的 就跨出下一步 你说到底哪一步 就你现在那么多计划 那么多目标 假设你还没有到 如果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 是不是被我藏起来 没有关系 你现在这些已经列出来了 你就先找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就先做 就先做 你不要觉得说做了以后很亏 那万一没有什么成果怎么办 Just do it 因为你做下去之后 你就会感受到我讲的 那个整个情况就改变了 因为它就整个联动了 它就产生了一些变化 那你再去体会一下 那个变化之后的感觉 好不好 然后我们很希望你可以 把你的感受到时候 流化给我们 对 让我们知道机缘的力量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 很值得分享给其他的人来听 也希望你们帮我们分享给 有需要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对 或是你听这一集的时候 有想到谁 也是类似的情况的话 对 好 谢谢各位 植牙心理学 我们下集见 拜拜